上海文学院的经文 上海文学院的经文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也一边哭一边说 他说 徐老师 真没想到 上海文学的编辑 竟然能对这么一个无名 无名一个作者 这么用心 而且这么快就小时候就发出来了 他就告诉他同学 他同学都不相信 他同学说 第一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编辑 是不是有关系的 第二 第二就是说 这件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但是当我把那个稿费 把我这个样刊 寄到他手里的时候 大家都才知道 哦 这个徐 他写小说的语言 这是他的天赋 那么我后来在想 那两家刊物为什么 为什么没看好 不用呢 我唯一的一个理由 那是我后来和他们两家刊物的主编交流的 因为我和书房的主编冯建华 和那个黄河文学主编顾文斌 我都交流 我说你们宁夏西北大学有一个学生 写了一篇小说 我说我们已经发出来了 我说我每期都寄给你们一样看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这篇小说多好啊 你们都不用 那么当然他们两家主编都说 他没看过 他们没送上来 但是我 我后来就想了半天 我估计是没看懂 是没看懂 那没看懂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许一这个学生呢 他这个小说的开头第一句很关键的 他说我病了 他开门建商小说第一句就是我病了 医生跟我说要回家找个地方好好疗养 聚好 然后是空一行 关键是空一行 这一行空得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要空一行呢 就是说他在病态中和现实中所描绘的事情 完全是不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就是说我病了的时候和生活中的事情都不是不在一个时间段发生的故事 那么那两家刊文的编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很光淡呢 我还没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叫逃亡的鸡群 一群鸡逃掉了叫逃亡鸡群 发生我们上海文学的 这个作家的名字叫许义 许多的许义所的义 他写什么呢 他写在他外婆家的院子里面养了一群鸡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群鸡 突然在一个院子的墙壁上 撞了一个洞全部逃出去了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洞慢慢慢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 他就装出这个洞 一看外面这个世界和他说自己前半生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 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作家他有他的独到次数呢 他就通过这么一个荒诞 其实这个墙这个墙是石的 这个鸡也不可能破一个洞 人也不可能撞出去 但是这个作家把小说故意写成一种 这种鸡逃掉了 把这个墙撞破了然后逃掉了 然后人出去以后就看到外面的世界 和我们现在中的世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没那么好也没那么不好 他就写他就把在外面的一种世卫桃源写成现在生活中的很多不可理喻的 很多不健全的很多有生活压力的很多双天苦辣的事情都变成一种 在他小说第一行就是说我生病了 医生说让我到个地方去修养 也就是说他在撞出洞以后 看到外面整个世界是在一种病态的一种情况下 所去描绘的一种生活 这点很重要 如果你没看懂这句 那么你觉得这篇小说有点胡说八道的 你怎么可以骂骂这个人 骂骂这个人 骂骂这个政策 说出这个坏话 但是你一旦把它理解成 它是一种在病态的情况下 对吧 那你就觉得他这个作家 他的高妙之处 你可以说他是不正常的 如果一正常的人写不正常的事情 这也很一般 他就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下去描写很多事情 就是有一种数学的理论叫 叫佛佛的症 对不对 他就是说一种病态情况下 看一种病态的事情 其实他就是说很正常的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 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这个小说很好 而且我知道 这个小说还是这个许易同学的处女作 哎呀 我真为这个同学感到高兴 上海文学 上海文学创刊 快要六十年了 像这么一个很现代的一个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 他的一个处女作在我们上海文学发 富茂玲角 不多的 假平洼的处女作都不在我们上面发 磁力的处女作也不是我们上海文学发的 哎 他竟然处女作在我们这里发 而且一炮大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说 我就觉得这个同学很有必要 我就是说发现这么一个好的苗子 我就要 我就要关注他 要支持他 要叫他再写 那就是对一个 对他来说 就是说一种 一种就是 他创作的一种激情 或许能改变他今后一种 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后来我一口气给他 除了上海文学之外 其他地方给他发了四篇小说 然后我再给宁夏 宁夏作写师叔亲 主席师叔亲 他写的青蛇里的刀子 得过第三届鲁性文学奖 我说你们宁夏出了这么一个 优秀的一个文学青年 这是你们宁夏的那个夫妻 我们上海作写 如果有这么一个好的苗子 我们作写开心词 可惜我们上海没有啊 所以我们上海作写 千万百计要海纳百川 要搞什么作家严谨生班 要吸引外面的作家 到上海来多数 然后要把他留下来 让他冲着上海作家的那个队伍 那个徐一后来真的很成功 他现在在那个 在当地宁夏的一个大学里面 变成一个老师 变成一个老师 而且呢 也是变成他们宁夏作协的一个会员 就是说他除了做老师之外 文艺创作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奋斗的目标 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写小说并不难的 难的就是说 第一 你没信心 第二 你半头而废 第三 觉得有难度 那么生活的数据太多 那么怎么能把生活中的素材变成故事呢 那我话也说回来 那还是有技巧的 那么我想说一下 那个写小说技巧 其实无非就是小说的思想性 小说的语言的艺术性 和小说的可读性 那么要写小说 不能简简单单的 就看到什么东西 就把它简单扶植过来 你要把你所写的小说 你首先要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你要从这个素材里面 要理出一条主线 这个小说想告诉人家一件什么事情 当然就是说这个故事 这个小说告诉人家 我们并不要求这个故事 这个结尾 一定要我们通过作家的一种思想 一种就是说去引导人家 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要改变这种什么一种状况 这不是我们作家的 对我们作家要求 我们作家就是说反应生活 把生活中的东西 反应过来 通过提炼加工以后 把它变成一种小说 那么好的作家呢 他把小说的素材 他通过提炼以后呢 他就变成一种馈制人口 就是说年轻人看着也感到稀奇 成年人看着也感到很震撼 那么我下面讲的 就是北京的一个作家 叫刘庆邦 他写了一篇小说叫 《雪花上的飘》 就是下雪 题目也很滑稽的 人家说下雪或者大雪纷飞什么 他的题目也很滑稽 叫《雪花上的飘》 这个雪花上飘 写什么呢 一个生产队里面有一户人家 父子两个 就是父亲和儿子相依为命 母亲死得很早 这个生产队呢 正好有一个煤矿 这个煤矿呢 是整个生产队里面 一个就是说 山产的一个赚钱的地方 就是大家挖煤 挖了煤以后呢 就是卖钱 然后呢 就是可以补贴家里面用 但是当地的土政策呢 就是说 每户人家 正能有一个名额 就当挖煤的矿工 那么 父亲和儿子商量 那肯定有个父亲去了 挖煤毕竟有危险的 瓦斯爆炸 透水 对不对 有压力的 那父亲肯定说 我年纪大了 万一死了嘛 我年纪大了 什么就死了嘛 所以呢 一般到煤矿里面去挖煤呢 都是每家每户的 不是父亲就是母亲 不是爷爷就是奶奶 而年轻人呢 一般都在家里面 那么 这个小说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写 一个儿子 他对他老爸这种 父子情生 他有一个双重人格 正常的人格呢 正常在这种心态的时候呢 父子情生 父亲养了他一辈子 对不对 他要感恩 他要感恩父亲 要回报父亲 对不对 但是他有他的另外一种 一种 就是说一种心态 一种反面的一种心态 他怎么弄呢 这个作家就把这个两种性格的 这个故事的悬念放在什么地方呢 每一块发生事故了 瓦斯爆炸了 那个村口的那口中啊 就光当光当敲响了 生产队那敲响中了 所有生产队里面 家里面的家属 都蜂拥而至 到这个煤矿口 瓦斯爆炸了嘛 那个都盼望自己亲人活着出来 那么这个门口很多 那么这个儿子 也是其中之一个 那么有活着出来 那么外面的亲手很高兴 非常高兴 那么死得出来 那么亲手们就痛哭流涕 痛哭流涕 那么比如说里面有100个矿工 最后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最后剩两个人了 他父亲也没出来 对吧 那么就是说两个人里面 肯定有他父亲一个 对吧 那么最后 99个出来了 不是他父亲 是活着 那么最后100个 最后一个 肯定是他父亲了 不是死不是活 就是活 那个时候作家 真的是很高明啊 这个作家 就是写这个儿子 在这个煤矿工人 在交心地等待他父亲出来 是死是活的 一刹那 他的人格分裂了 他的人格分裂 变成两种世界观 两种人态 心态 首先说正常人 他觉得他父亲养得那么大 为他做出那么多牺牲 对不对 他要孝顺父亲 他种正常人性 他希望他父亲活得出来 对不对 活得出来 他就觉得家庭温暖了 但是他当他另一种 非常自私 非常自我的一种心态 占据他的人格的上风的时候 他变得不正常了 他觉得他父亲应该去死 为什么觉得他父亲应该死 他父亲去死了以后呢 他可以顶替下去挖煤 去赚钱 他赚来的钱 就是一个人用 他可以盖房子 可以买牲口 可以娶老婆 可以生孩子 他就比较 他的邻居 他的同学 人家的生活条件都比他好 他到现在 二十七八岁了 还没讨媳妇 所以他心里面难受 所以他觉得他父亲死 也是一件好事情 死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顶替了 我就可以到矿井下去 做矿工了 所以他两种思想 在不断 不断演变的时候 他就是说把这个小说 他就空一行就拉出去 拉出去正常的时候 就会回忆他和他父亲 怎么从小 相处的时候 怎么和父亲生活的 写了很多事情 他就显示他正常的这种人性 占足多少地位的时候 他是这么写的 但他在空一行的时候 就拉出去 就是说他的 他和他的 已经比较 生活比较忧郁的同学 邻居去比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很苦恼 很破落 那个时候他不正常 他希望他父亲死 他一种期盼很强力 但是 再空一行他又回来了 回到县石中 回到这个煤矿门口 他父亲出来了 抬了担架 盖着被子 他就 他就 那个时候 这个作家真的是很高明 他就 他就用这种残劲描写 用一种行为动作描写 这个儿子就 飞溃地 奔上去 然后奔到他父亲的担架边上 把这个被子掀开来 一看 他父亲 活着 睁着个眼睛 看着他 那个时候 这个儿子就 仰天大哭 往后一倒 作家就省略了 一个省略号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他就把 后面那种想象空间 留给读者 也就是说 他没有交代 这个儿子 到底是 到底是 他父亲活着 他的人格 在主导地位的时候 他觉得他父亲活着 感到激动 感到高兴 和幸福地哭 还是因为他父亲没有死 他感到很 很失落 他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的一种 一种私欲 他去做矿工 他去赚钱 他一个人享用 作家没有这个明确的交代 他把这个结尾就留给 读者自己去考虑 这个我就觉得是一个作家 好多作家 一般都会这样的 如果他又去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他说 他父亲没死 他觉得很幸福 什么什么 这个就很一般了 那么我再想说的 就是说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素材 当一个作家要把它变成小说 变成小说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小说里面的人物的一种人性 它是没有阶级的 那个以前我们四人帮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非常年代的时候 我们很强调阶级斗争 强调阶级 什么事情都是用阶级那个阵线要来划分的 但是一个好的作家 你看世界上 当路贝尔讲的那些作家 那些伟大作家 他的小说里面的人性都没过界 都没过界